Sawadika,你曾经安谦利了哈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安谦利老师 欢迎回到我们的初级泰语学习课堂 上节课我们把最后的四个低福音全部学完了 到上节课为止呢,泰语的所有四十四个福音也就全部登场了 每天一点的累积和巩固,木然回首 嘿,我们原来也一起经历过了那么多的字母 来给大家一点掌声 那么学过不等于学会 老师一直强调的复习虽然已经说烂了,但依旧不能放松 那么在开始新的内容学习之前 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知识吧 刚才说到了,我们上节课学到了四个低福音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发音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是 那么我们用学术一点的语言装的高大上一点 就是舌根软恶音,什么意思呢? 舌根抬起碰到软恶 这个动作发生在喉咙的附近 和我们中辅音的发音动作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的是 的气流呢,是要从鼻腔里面出来的 好,自己好好感受一下 至于发音最让人头疼的弹舌音 外界对它的宣传呢,有一点过分了 能发出来最好 用上节课老师教的三种方法慢慢的练习 但是如果不能弹舌,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太语里面,可以用不弹舌的la来代替发音 注意,是代替发音 但是在书写的时候呢,还是要写成弹舌的la的 那么接下来再一起做一个简单的拼读复习 下面的表格呢,请大家先花一些时间 自己先来试着念一念 好,我们一起来 直接念出拼读后的词 从la的这一列开始 接下来不弹舌的la 最后弹舌的ro 好,这就是上节课我们的学习内容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检测一下吧 OK,所有的24个低辅音我们都学完了 但实际的,但实际在用的呢,只有23个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分别有下面这一些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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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括号里面的字母现在已经不再用了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记 那么刚才老师念的时候呢 同学们也听到了 重复的发音很多 就发音的类型来看 其实并不难 字母的书写呢 就需要同学们好好下功夫 做好区分了 那么本节课 我们的重点 就要来归纳一下 低复音的发音规则 拼读规则 其实呢 各种规则 我们都在前面的学习当中遇见过了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自己总结过呢 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汇总一下 同样 低复音也可以跟中复音和高复音一样 分为三大情况来总结 首先 低复音加长元音的情况 在没有标调号的情况下 念第一声调 因为低复音呢 自身是带有第一声调的读音的 那么这个道理呢 和单独念低复音的字母是一样的 念一个单独的低复音字母的时候 约定俗成的 要和长元音 哦 相拼 那么根据刚才的规则呢 自然也就念第一声调了 这是没有调号的情况下 那么有调号的情况下呢 标什么调就要念下一个声调的音 有一个口号是标二读三 标三读四 口号呢 到这里就打住了 以前有学生呢 念顺了 又来一句 标五读六 孩子 他语哪里来的第六个音调呢 不要乱玩呢 那么用这样的规律呢 我们分析一下 不标调号的情况下 我们念第一声调 标了调号就是 标二读三 标三读四 这样下来 是不是就没有第二声调 和第五声调的什么事了呢 对的 这个情况下 怎么样让一个音速能念全五个声调呢 这个时候 回忆一下我们可爱的高福音大哥们 前面我们在学习低福音的时候说到了 很多低福音呢 都是有对应的高福音的 低福音颁不到的事情 好 高福音们来帮忙完成 高低配合 完成五个音调 一点都不累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以咔 来作为基础词 第一声调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低福音 Ko 加上长远音 A 来拼出 Ka Ka 那么第二声调呢 低福音 Ko 就没有办法完成了 这个时候就要借助高福音 Ko 然后加上第二声调的调号 念作 Ka Ka 第三声调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用到低福音 也可以用到高福音 如果是低福音的情况 就是标二读三 标上一个第二调的音调符号 但是它念第三调 念作 Ka Ka 那么高福音呢 也同样能完成这个发音 直接用高福音 Ko 再带上第三声调的调号 同样念作 Ka Ka 那么第四声调呢 高福音就没有办法完成了 这个时候就要用到低福音 标三读四的原则 用低福音 Ko 加上第三声调的符号 标三读四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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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在一起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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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了 低福音呢 可以念出 一三四声调 剩下的第二声调和第五声调呢 我们可以用高福音 Ko 来补助 这个时候呢 就要回应一下高福音的拼度规则了 高福音加上长缘音 在没有声调的情况下 念自声带的声调 第五声调 标了调号呢 标第几声调 就要念第几声调的音 好 这是低福音加上长缘音的情况 第二大情况 低福音加上短缘音的情况 如果是低福音加上短缘音 在没有标调号的情况下 念第几声调呢 同学们还记得吗 对了 念第四声调 那么低福音和短缘音相偏 加声调的情况呢 就非常少了 如果有加的 它的规律和长缘音的情况 是一样的 标哪个调号 读音呢 就相应的向后推一个 就是标二读三 标三读四 好 最后一种情况 低福音加上特殊缘音的情况 这个规则呢 和第一条规则 低福音加上长缘音的情况 是一样的 没有标声调符号的情况下 念第一声调 有调号的情况下呢 就标二读三 标三读四 这个规律要好好的用起来 另外呢 这里要注意到的是 这边指的特殊原因呢 指包括 这四个 规则用文字来表达的时候 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明确方法 而真正的记忆 都是熟能生巧出来的 都是慢慢一点一滴 刻在脑海里面的 所以我们来把刚才的规则 放到拼读表里面来看 以低福音 来做例子 我们看到下面的表格 分成一二三四五 五个声调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低福音加上长缘音的情况 低福音加上长缘音 在没有标调号的情况下呢 念第一声调 我们看到第一声调 对应的这个发音 念作 卡 卡 好 低福音在有标调号的情况下呢 就是标二读三 标三读四 标上第二声调的调号 就要念第三声调 念作 卡 卡 那么标上了第三声调符号 就要往后再退一个声调 念第四声调 卡 卡 而第二声调和第五声调 单独用低福音呢 是没有办法念出来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规则 低福音加上短缘音的情况 低福音加上短缘音的情况呢 在没有标调号的情况下 是要念第四声调的 我们看一下第四声调 对应的这个单词 念作 卡 卡 那么在标有调号的情况下呢 标什么调 就要向后退一个调 标二读三 标三读四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声调 对应的这个发音 念作 卡 卡 那么低福音加上短缘音 再带上第三声调符号的情况 标三读四 这样的情况是有 但是非常的少 同学们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原则 低福音加上特殊缘音的情况 这个情况跟第一个原则是一样的 在没有标调号的情况下 念第一声调 我们看一下第一声调对应的这个发音 念作 开 开 那么在有标调号的情况下呢 同样也是标二读三 标三读四 第三和第四声调分别念作 开 开 第四声调念作 开 开 我们一共有23个在用的低福音 学过的原音呢 也有22个 所以可以搭配的拼读练习 还是非常多的 如果让这样的规律 深深地印在你的脑海里面 同学们在课后 还需要多花些功夫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检测一下吧 好 那么规则呢 我们总结好了 接下来来学习几个使用的单词 运用到拼读规则的基础上 增加自己的词汇 提高太语的能力 OK 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是一个双音节词 大家先自己试着念一下 嗯 运用到刚才说的规则 前半部分 第一副音 ra 加上长远音 a 没有标二调号 念第一声调 ra ra 后半部分 第一副音 kå 加上长远音 a 没有标调号 念第一声调 kā kā 合在一起 ra kā ra kā ra kā 如果不能弹舌的 可以念作 la kā la kā 这是我们日常购物必用的词汇 到了泰国 不会这个词呢 就有一点可惜了 这是价格 价钱的意思 ra kā ra kā 接下来这个单词就简单了 第一副音 标二读三的原则 我们可以直接念出来 m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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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妈妈的意思 前面我们也学过了 爸爸 同学们还记得怎么说吗 对了 pa pa 一个是妈妈 mā 一个是爸爸 pa 同学们要记好了 接下来的这个单词 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学过了 它念作 a yu a yu 这是年纪 年龄 甚至有有效期的意思 一个人多大年纪了 谁多少岁了 用上我们之前学过的句型 先是一个人生代词 然后接上 a yu 再带上一个数字 最后加一个b 当然呢 口语里面b是可以省略的 用这个句型表达 一个人多大年纪了 多少岁了 数字呢 是一个大问题 在后面的课上 我会教给大家的 一步一个脚印 前面的课学好了之后 后面的内容才不会凌乱 所以想要学到数字的表达的 先做好前面的知识巩固 再认真的跟着老师来 我们在后面的课上会给大家揭晓的 嗯 刚才也说到了 我们也学会了表达一个人多大年纪 那么如果要问一个人多少岁了 多大年纪了 应该怎么样问呢 这边有一个特别的词需要大家注意 这边有一个特别的词需要大家注意 多少的这个单词 好了 如果有开小差的同学 注意了 注意了 这个词呢 是很特殊的 这边出现了第一幅音 加上特殊原音 再带上声调的读法 标二读三 所以这个双音节 前半部分应该念作 TAU TAU 这是非常简单的 好 后半部分 没有声调符号的情况下 是念第一声调 如果按照拼读规则 应该念作 Rai Rai 但是要注意了 这个发音其实在这个单词里面 它要念第二声调 念作 Rai Rai 合在一起 TAU Rai TAU Rai TAU Rai 不能弹舌的 TAU Rai TAU Rai 为什么要念第二声调呢 这是没有规律的 这是约定俗成 至于为什么它要写成第一声调这个发音呢 这是泰国古人自己搞出来的 是约定俗成 是特殊情况 但是呢 因为语言是不停进步的 是不停变化的 所以现在你可以也会看到 按照正规发音书写的 TAU Rai 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要注意 但现代新词为什么是这样拼写的 为什么在中间要加一个 好 我们在后面的课上会给大家解释的 现在呢 只要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正确的最古典的写法 就是这个 TAU Rai 是多少的意思 所以在询问一个人多大年纪了 就可以说 如果不能弹蛇就念成 阿余 阿余 TAU 年龄多少 多少岁的意思 那么另一个句子 Raka TAU Rai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Raka 刚才学到了 价格 TAU Rai 多少 价格多少 所以这就是 多少钱的意思了 如果不能弹蛇 也不要纠结 念成 Laka TAU Rai Laka TAU Rai 就可以了 这是在泰国消费的时候 必须要用到的句子 另外老师还想给大家回顾一个内容 前面我们有学到 女性结尾词 同学们还记得吗 至少女孩子们 你们还记得吗 有 卡和 卡 两个 对吧 其中第四声调的 卡 很多情况下都是用于疑问句之后 所以 下次再询问一件事情的时候 句子表达完了之后 记得 女孩子们 在句子后面加上一个 卡 加上一个第四声调的 卡 比如说 Raka TAU Rai Raka TAU Rai 啊 多少钱 或者 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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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岁了 这样既礼貌又地道又好听 好 女孩子们用起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文化课堂 前面我们有学到单词 Mai Po 妈妈 爸爸 在泰国呢 这两个词还有特殊的含义 泰国人民是很热爱尊敬王室的 他们把国王叫做Po 把皇后叫做Mai 同理呢,泰国传统的父亲节和母亲节,就分别是国王和王后的生日,可见他们有多热爱皇室了。 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看过《安娜与国王》这部电影,其中的国王就是泰国曼谷王朝第四任国王蒙古。 泰国历史上一共有四个王朝,分别是苏可泰王朝、大臣王朝、吞吾里王朝和延续至今的曼谷王朝。 到现在啊,曼谷王朝的国王已经是第九世王普密鹏殿下了。 普密鹏国王是当今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也是权威最高的君主。 他已经经历过二十多次军事政变,三十多任总理和五十多间内阁,泰国王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非常尊崇。 而且泰国的宪法规定,国王既是国家元首,也是宗教最高护卫者。 对国王的任何不敬,均有可能会视为不尊重王室而触犯法律。 在泰国的街头巷尾,无处不见国王和王后的大照片,以及印有王室徽章的黄色旗帜。 在每一部电影开始之前,电影院里的观众都需要全体起立,向荧幕上的国王致敬。 即使是在交通繁盟的上下班时间,人们经过泰国国王头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停下来致意。 泰国的电台和电视台每天都会播放送圣歌,也就是歌颂国王的歌曲。 所以啊,我们在泰国旅游、生活的时候,一定不要轻易和泰国人议论他们的国王哦。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检测一下吧。 小测试,检测一下吧。 我的课就学到这里 我们把低福音的拼读规则总结了一遍 学到的知识以及之前学过的内容 需要课后大家好好区分和练习 那么就期待同学们的作业成绩了 现在我们就在这好听的泰国歌曲当中 结束今天的学习吧 Sawadika